加尔维斯顿县长官员预计春假期间海滩将拥入更多的人流 请看记者妮扣的报道 加尔维斯顿官员说随着春假的全面展开加上德州全面开放 他们预计这个周末将会出现大批群众涌入加尔维斯顿海边 从过去记录上来看春假往往会吸引30万多的人潮涌入该岛 在疫情期间许多人认为海滩新鲜空气和开放空间像是理想的度假首选 加尔维斯顿首席旅行官迈克尔伍迪说 我们从酒店听到的是房间预订人数积极踊跃 很多房源都要卖光了 伍迪说预计下周周末将会出现人潮的高峰 根据统计当地超过75%的餐厅将会维持原本的防疫工作 并持续采取安全措施 起码游乐场将会百分之百开放 目的花园也会完全开放 但仍要求员工佩戴口罩 鼓励公众也要佩戴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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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